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多姿处福利部的Vicky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EI 就是Employment Insurance 俗称的失业金或者是失业保险 由于这次的视频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如果你们想了解全部关于EI的内容的话 请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不定期的发送关于移民 金融还有福利的不同内容和视频 满满的干货哦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EI是加拿大政府为了帮助失业的人士 提供的一个暂时的福利 就是为了帮助失业人士 在重新找到新的工作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提供一个短暂的经济上的支持 那么比较常见比较多人申请的EI 一共是有四种类型 就是普通的EI 并嫁的EI 产嫁和父母嫁的EI 还有陪护类型的EI 首先第一类是普通的EI Regular Benefit 那么什么人可以申请这个普通的EI呢 其实主要是 居民 公民 有工签或者是学签 都是可以申请的 只要是有有效的工卡号 然后呢 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交失业保险的 那就可以符合资格申请了 那么什么情况可以领取这个普通的EI呢 其实情况呢有很多种的 因为现在是疫情 Nailoff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然后还有呢 就是被雇主解雇 Dismissed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某些特定的原因 需要搬去其他的城市居住或者是工作 导致了你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 其实这些情况呢 都是可以申请这个普通的EI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是没有 因为犯了错误 有过错 才导致离开现在这个工作岗位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 EI到底可以领取多长的时间呢 首先 需要工作满420个小时 才能够符合领取EI的最低条件 粗略的算了一下 420个小时 大概会是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EI可以领多少钟呢 其实这个是取决于你所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失业率 那么目前呢 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失业率大概是7.7% 420个小时的话 以现在7.7%的失业率来看 大概是能领到14周的失业金 那么如果你工作的时间越长的话呢 能够领取的失业金的周期其实是越长的 最多是可以工作1820个小时或者以上 那么对应现在的失业率的话呢 是能够领取到40周的失业金的 1820个小时或者以上的话呢 大概会是11到12个月的工作时间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会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但是呢 到今年的9月份就会有一个新的计算方式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EI的官方网站去查询最新的计算方式 那么说完大家可以领多长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大概可以领多少钱吧 要说能领取到多少钱呢 就会关系到一个文件叫做ROE 全称呢是Record of Employment 那么ROE呢 是一份你的工作记录的文件 那只要你在一个工作单位工作过 那么如果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话呢 雇主呢是一定要给你出这个文件的 因为上面呢是记录了详细你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所有情况 那么ROE具体是包含了哪些信息呢 首先就是最基本的信息 你公司的名字啊地址还有联系电话 然后还有您的名字地址 除此之外还有你第一天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日期 还有你离开工作岗位最后一天上班的那个工作日期 另外呢还有关于你过去一年的所有的工资的记录 还有工作了多少个小时数 这些在ROE上面呢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很多小伙伴呢都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我是因为要申请EI才要去拿这个ROE吗 其实不是的 只要你在一个公司工作过 其实你都有权利向雇主 在你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 让雇主给你开一个ROE 只不过呢申请EI的时候 是需要用到这个文件而已 那么下一期视频我们会继续讲不同EI的种类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那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